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81年在中国发现了全世界仅存的7只野生珠环 我们保护珠环已经10年了 我希望我们的野外看到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是被关在笼子里 人工饲养的珠环 我们基本上每一天早上都会给它喂虫 然后下午跟它喂泥虫 我不能单纯地只喂一种食物 单纯喂一种食物的话 就会让它导致它这个阴阳不良 我们也会给它 珠环被称为爱情鸟 是一夫一妻制 就是珠环的夫妻关系里面 绝对不会出现第三者插族的情况 也不会说外面去找小三 它补育自己的幼鸟 带领幼鸟的交叹律 在2007年就参与了异地野花芳菲这个项目 跟它们接触的时间越长 就越离不开它 在它的巢树周围 撒上一些粉末 足指蛇寻找到气味的根源 然后找到小珠环 最大的天地就是蛇 2008年 我们野外有两段珠环繁殖 其中有一道珠环 巢里面有三只幼鸟 大概可能有手腕这么粗的一条王锦蛇 靠近珠环的繁殖巢里面 然后我就赶快下山找人 我站在楼梯上 另外一个工作人员站在我肩膀上 然后用竹竿把那个蛇捅下来了 从那天开始 这只珠环爸爸跟我的关系很亲密了 如果我坐在这儿 它就会夹个书罐 在我周围 特别强壮的一只珠环 但是最后那只珠环还是死亡了 时间一长就发现 我们最早释放的个体再强壮 他遇到天敌了 我们去帮他驱赶天敌 没吃的我给他送吃的 他好像生存能力都不是特别强 然后慢慢地我们就把更多的注意力 是往他这个生存环境上转移了 打完了赶紧把水关掉了 农用花费还是不敢用 不用 买就买还有 影响还是有的 我们在农村人中这个天 有一点点那个刀子 有一点点它那个刀子 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就是因为有过 经常有外地的游客过来 买自家产的鸡蛋呀 玉米呀 农家菜呀 慢慢地 让大家保护猪团的急性起来了 这个骨子熟了一口 它都来来做控制 那什么鸡呀鸡蛋呀 过来这腊肉啊 一会儿人一动都要看猪肝 我们的农夫菜品都比较好买的 在这里比较还好 都没有得哪个干他 之后 反正一般的都还比较还可爱 一个地方的营动 如果能健康地 快乐地生存下去 人类才能长远地生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